毒贩不但卖毒品还在台北市的万华区开设了赌场 只要赢钱就可以换毒 警方也发现这个嫌犯呢真的非常谨慎 在赌场内外都装设了监视器 而且只跟熟客做生意 远景破门攻坚 当场将主贤还有13名赌客一网打尽 鹤枪实弹攻坚 警方破门进到台北市万华一处民宅完全不敢大意 原来这里暗藏赌场以赌品当作赌资 赌场装潢看起来就和一般住家没有两样 警方突然登门可把屋内一群赌客吓傻了 不敢动双手抱头乖乖配合 但就是有人怕被抓 偷偷躲进后方的小房间 躲不过搜索通通被找了出来 警方经过长时间的跟肩搜证 发现绰号无功的陈姓主贤 长期在台北市万华贩卖毒品 还在家里摆设机台 赌桌让客人边吸毒边赌博 赌赢了就可以兑换更多毒品 嚣张贩毒又拒赌 现在14人全被打不仅查够骰中赌具 更搜出一级毒品海洛英 掌握一名陈姓男子 常身在某处旧公寓内 长期以贩毒为业 该处出路复杂 常有毒品人口通气乱 自该指 稀实购买毒品 以及赌博 朱先行事非常小心谨慎 赌场门口内外都装设了监视器 看到是认识的赌客才会开门 只不过再怎么小心 最终还是逃不过警方法眼 全被逮捕送办 记者桑梦成侯队 新北市采访报道